德州仰言要傳播新冠病毒 警方通緝18歲少女 德州Kiriton市警方表示正在調查 一名少女在社交媒體上 聲稱她被確診患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並且將病毒傳播出去 警方表示已經知道她是18歲的Laurene Meridiaga 最開始她在上星期六 Snapchat上傳了一系列的視頻 首先是她準備做測試 之後又說自己確診 然後又在Warma拍攝說自己會將病毒傳播出去 警方表示目前仍未找到她的具體位置 又說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 她對公共健康有實際的威脅 但是會認真對待她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 會起訴她恐怖威脅罪 天下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